大家好 我是陈璐 哇 我 我现在真是百感交集啊 我就说句真心话吧 我觉得ROCK不怎么样 好 太大了吧 太大了吧 没有没有 就大家真的太爱磕CP了 我们这种死去的CP也磕得这么猛人啊 死去的CP也在攻击我啊 这个是不是很多回忆都回来了 对吧 我的回忆好多都回来了 真的 我跟斯文已经认识十年了 十年了 我记得第一次认识是在2012年的3月8号 我还是记得的啊 因为当天是三八妇女节嘛 然后斯文就放假第一次来看脱口秀 然后我正好在演出 他其实来看脱口秀目的也不是很单纯 他就是想找点乐子 看看有没有什么帅哥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对吧 脱口秀的舞台找帅哥 那天可是以舞台的制胜啊 当然还是有一个帅哥的啊 就是我 不要惊讶啊 大家看过唐某虎点秋香吗 对 单看秋香是不是很普通 当其他美女都回过头的时候 唐某虎觉得 哇 就是秋香了啊 对 所以我们这个故事也有一个名字 叫做王斯文点成鹿 然后我就这样被点了啊 然后 十年嘛 脱口秀这十年变化也非常大 那时候演出都是亏钱的真的 没什么人去看 去外地演出还要自费差旅 可以说是演的越多 亏的越多 开始我自己演还好 后来 斯文也一起演了 这个双脱口秀家庭太困难了 怎么形容呢 大家现在有家人 两个人同时在炒股吗 那个时候也是每个人都可以讲五分钟脱口秀 再多了就讲不起了 这个 后来呢就发生了转折 真的人生充满意外啊 李丹就劝我来上海 还给我画笔 说 来上海吧 咱们一起把脱口秀做强做大 实现脱口秀的指数性增长 别的我不敢保证 能让你的家庭收入翻一翻 想不到我的家庭收入还没有翻一翻 家庭数量已经翻了一翻 我的一个家庭变成了两个家庭 我和李丹的两个家庭变成了四个家庭 脱口秀家庭实现了指数性增长 感谢李丹 感谢李丹啊 哎呀 真是世事无常对吧 太意外了 而且拖油大会这个节目本身能够成功就是很意外的 我们所有的编剧导演最开始都不看好这个节目 因为这个节目它不是从国外抄来的 他原创的谁看 而且我们当时有很多的竞争对手 当时大家最爱看的一张节目叫什么 叫中国好声音 多带劲啊 对吧 遇到唱得好的那英老师啪的一排灯 椅子就转过来了 对吧 我们怎么跟人家比 除非是我们讲得不好的那英老师啪的一排灯 转过去了 哎 太难了 对吧 怎么跟人家比 但是也很意外 拖油大会还是办成了 对吧 充满意外 大家越来越喜欢 办了四季 出了三个大王 真是太意外了啊 而且 那个时候我和斯文就一起创作 一起改稿 一起上台 因为那个时候两个人都讲得起脱口秀了啊 而且斯文在舞台上越来越闪亮 是吧 成了脱口秀女王 而我也成了王的男人 那时候我出去遇到男粉丝都会朝我喊 陈璐 我好喜欢你老婆 但是我还是很享受那个状态的 就很享受这种闲内住的生活 对吧 但是意外又发生了嘛 我们就分开了 我又编成了喜剧领导 可能是我们山东人的血脉太强大了 注定要当领导 而且现在脱口秀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对吧 观众越来越多 很多人也都膨胀了 尤其是我们的董事长 哇 太膨胀了 他现在在我们的脱口秀训练营里面 都招了一些美国的学员 他要教美国人什么是真正的美式脱口秀 希望他成功吧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 但我还是非常感恩的 我觉得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拥抱它 现在呢我还是会经常想起 我跟斯文原来的一些段子 最后我就给大家再讲一个 就有个说法叫做 所有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 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 才关心你飞得累不累 斯文就很好 他经常问我说 你累不累啊 我说不累啊 他说那你怎么不飞得高一点 我现在飞得高了一点了啊 希望斯文也能飞得更高 俗话说得好 夫妻本是同龄鸟 分开了也要一起飞得更高 谢谢大家 我是成龙 谢谢